你们在商量什么? 我们在想拼凯恩呢,还是主播? 安哥和金哥也行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呢? 拼他吧,他很有趣 可乐哥哥 诶,我懂 神奇数字马戏团积木盲盒 线手主持人 我知道是谁 开箱 一大箱积木,还发现西装贴纸 拼起来体型一定很大 线手主持人,穿着西装 他是数字马戏团里面的谁啊 你们知道吗? 这是他穿着西裤的腿 我太了解神奇数字马戏团了 我一看到线手是主持人 我就知道他是谁啦 你有没有猜出来呢? 现在我继续往上拼他的身体 这是他背后的烟尾服 正面看就比较像啦 你现在有没有猜出来? 我还没有拼的角色有凯恩 安哥,主播,金哥 亚加塔,卡夫莫 答案就在其中 把他两边手臂拼出来 这是他左边的手臂 如果你还没有猜出来 我现在告诉你答案 他就是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的凯恩 让我看看有多少小伙伴猜中了呢 凯恩手上的拐杖 哈哈,凯恩像个魔术师 然后把他的贴纸贴上 贴上贴纸更像了 凯恩来和我玩游戏啊 好疼 贾克斯,你是大笨蛋吧 凯恩还没拼好 你看,可乐哥哥都嫌弃你了 那我等会再过来 诶,我记得好多小伙伴 让我拼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的凯恩 说给我点赞 是不是真的 现在我的凯恩马上拼好了 你点赞了吗 这是凯恩灵活的眼睛 你来说,我来拼 你还想看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哪个角色 记得告诉我哦 因为凯恩的头部是嘴巴 有牙齿 这里也有牙齿 要分两部分拼 你最喜欢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哪个角色呢 嗯? 我最喜欢甲克斯 他非常活泼 喜欢调皮捣蛋 经常一脸坏笑 哦,最后别忘了凯恩的帽子 把它拼出来 凯恩的帽子像魔术师的高帽 头部拼好了 把它安装上 凯恩祖宗完成 啊,凯恩拼好了 帅气的西装 手持拐杖 黑色帽子的大嘴巴 真不错 希希,凯恩陪我啊 你好,调皮的甲克斯 帕姆尼,其他小伙伴呢 可乐哥哥还没有拼 让他拼出其他小伙伴来 小伙伴们想看哪个角色记得告诉我哦 下期见,拜拜 哇,泡沫尼 小丑尼也在这 我们在等你 等我? 是的 想让你把我好朋友拼出来 哇,有一个主角 交给我 神奇数字马戏团积木盲盒 线索,小白兔 我知道马戏团里面有个调皮的兔子 叫贾克斯 但是他不是白色的啊 开箱 大颗粒积木 还发现嘴巴和眼睛 线索,小白兔 粉色和白色积木 他是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的哪个角色呢 你知道吗 在马戏团里面只有贾克斯 是粉色的大长腿 我看积木只有白色没有紫色 其中肯定有古怪 难道这是白色的贾克斯? 我继续往下拼 揭开他的神秘面纱 嗯? 这不是贾克斯的胸前吊带吗? 你看 这颜色明显不对 贾克斯是紫色皮肤的 这里全是白色积木 帕姆尼 贾克斯怎么回事 贾克斯原本是紫色的 他不小心踢到白色油漆桶了 染成白色 这条鼻蛋 真像啦 原来他真的是贾克斯 只不过是他踢到油漆桶变成白色的贾克斯了 再把它头部拼出来 积木创意搭建 如果你喜欢我拼的白色贾克斯 可以给我一个免费的赞哦 这是贾克斯的兔耳朵 然后把表情贴上 你看一脸幻笑的贾克斯 贾克斯组装完成 哇 贾克斯拼好了 好苗条的身材 比我还高 哈哈哈哈 小白兔 你好 我是不小心打翻了油漆桶 我是紫色的兔子 你现在就是小白兔 给你一脚 好疼 最近有一个很好看的动画片 是什么 它叫神奇数字马戏团 我也有看 里面有一个和我一样的扭扣眼 叫雅加塔 我带来了其中一位主角 在哪里 在我脚下 小丑 这不就是你吗 不是我 快叫可乐哥哥出来 可乐哥哥 我来啦 帮我把它拼出来 神奇数字马戏团积木盲盒 线索小丑 斑斑幼儿园里面有小丑斑斑 难道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也有小丑 嗯 开箱 蓝色和红色的积木 积木的颜色很丰富 拼起来肯定很华丽 开拼 最近有没有小伙伴看过神奇数字马戏团呢 如果你看过 一定能知道今天的主角小丑是谁啦 你看他的左右腿 颜色都不一样 现在你能猜出来他是谁了吗 这是他的裤腿颜色 如果你还没有猜出来我告诉你答案 他就是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的帕姆尼 他带了一顶小草帽来到神奇数字马戏团 是里面的新成员也是主角之一哦 里面也有其他成员 但是他们也和帕姆尼一样不知道怎么进入这个世界的 这个造型有点像大裤衩 你们知道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有谁吗 不知道的小伙伴可乐哥哥告诉你 目前他们分别是凯恩 帕姆尼 贾克斯 安哥 金哥 主播 亚加塔 卡夫墨 里面有没有你喜欢的呢 哇 这小丑衣服看着就很好看 哇 小丑衣服太好看了吧 我也想要 你也想要 我帮你 太好看了 和他同款小丑衣服 走开 你太恶心了 哈哈 积木创意搭建 如果你喜欢我拼的帕姆尼 可以给我一个免费的赞哦 这次神奇数字马戏团是这位粉丝投稿的 如果你喜欢让我拼什么 记得告诉我哦 或者你还想看神奇数字马戏团 也可以告诉我 后面不断更新 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了 哇 你们知道吗 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有一个规矩 就是不能骂人 不能讲出口 我觉得这个规矩是很好的文明交流 你们也要学一下哦 把表情的贴纸贴上去 就大功告成了 帕姆尼组装完成 哇 小丑帕姆尼拼好了 好高大大大的身材 都比得上三个我了 红蓝配色真好看 我也有 哈哈哈哈 西刘海小丑帽 真不错 我也觉得太好看了 可乐哥哥 我还想看其他神奇数字马戏团的角色 我也想看 下次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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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恩惊慌什么 你看贾克斯快碎掉了 为什么 真碎掉了 他说他是紫色兔子不是白色兔子 伤心碎掉了 那怎么办卡恩 找可乐哥哥把他拼出来 可乐哥哥 哈喽 把他拼出来 OK 交给我 神奇数字马戏团积木盲盒 线索 真克斯 假克斯 真克斯 真真假假 开箱 是小克力积木 还发现嘴巴和眼睛 粉色积木和紫色积木 线索是真克斯 在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有假克斯 没有真克斯啊 这是怎么回事 其中一定有古怪 有小伙伴知道我现在拼的是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哪个角色呢 这是他的大长腿 把另一只腿也拼出来 刚才贾克斯伤心的碎掉了 因为他是紫色的兔子 你们都说他是白色的 我告诉你们 贾克斯是真的是紫色 不是白色 他两根大长腿拼好了 然后往上拼身体 是不是很多小伙伴已经猜出来我现在拼的角色 如果你还没有猜出来我现在告诉你答案 他就是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的 贾克斯 之前拼的白色贾克斯碎掉了 现在用小克力把贾克斯拼出来 他是紫色的哦 这是贾克斯的吊带裤 很多小伙伴说我拼出紫色的贾克斯就给我点赞 是不是真的呢 哇 贾克斯拼得差不多了 海呀 你的牙齿怎么缺了 是我偷吃糖果太多 牙齿掉了 那我也不吃了 不怕 我帮你补上 可乐哥哥 牙齿颜色好像不对 就是这个颜色谁叫你吃糖果太多 你们看这是贾克斯的剪刀手 你喜欢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哪个角色呢 可以告诉我说不定我会先拼出来 后面不但更新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啦 这里把他头部拼出来 贾克斯外形是一只瘦瘦的兔子 长着黄色的眼睛黄色的牙齿 经常穿着粉色的工作服 他爱调皮捣蛋 而且还有点坏坏的 是我喜欢的角色 你呢 你是喜欢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哪个角色 贾克斯 雅加塔 金哥 主播 安哥 卡夫莫 是谁呢 好看啊 贾克斯的两只兔耳朵 然后把表情的贴纸贴上 贾克斯组装完成 贾克斯拼好了 粉色大肠腿 画坏的表情 紫色的皮肤 太好了 是紫色的贾克斯 嗯 卡安 你的牙齿怎么了 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我带你们玩小游戏吧 我 服务啊 小伙伴再见 卡安 我想我的好姐妹了 是的 她漂亮又温柔 你们是在找她吗 对 就是她 她终于来了 可乐哥哥 人呢 让我来 哎呦 你这坏兔子 希希 帮我把它拼出来 行吧 神奇数字马戏团积木盲盒 线索 扭扣眼 我记得蓝色朋友也有扭扣眼 开枪 是大颗粒积木 还真发现一个扭扣眼 线索 扭扣眼 紫色和肉色的大颗粒积木 它是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哪个角色啊 你知道吗 这像穿着黑色鞋子的双腿 我继续往上拼 视频开头帕姆尼说 想我好姐妹了 那一定是女性 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的女性有 主播 雅加塔 安哥好像一生失败 没有看出是男性还是女性 我觉得答案肯定是他们三个之一 哦 拼到这里怎么像个裙子 啊 我知道他是谁了 有没有小伙伴比我先猜出来他是谁的呢 嗯 如果你还没有猜出来我现在告诉你答案 他就是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的 雅加塔 紫色的裙子 扭扣眼 女性 没错了就是雅加塔 好漂亮的裙子啊 快点把雅加塔拼出来 不要打扰可乐哥哥拼鸡木 玩小游戏去吧 不要 雅加塔的裙子拼好了 现在拼他的腰 鸡木创意大剑 如果你喜欢我拼的雅加塔 可以给我一个免费的赞哦 等雅加塔拼完了 神奇数字马戏团我就拼了 凯恩 帕姆尼 贾克斯 还没有拼的有 安哥 金哥 主播 卡夫莫 你还想看哪一个呢 可以告诉我 把雅加塔的两边手臂拼出来 雅加塔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小姐姐 帕姆尼刚来到神奇数字马戏团 他就给他介绍周围的环境和规矩 可是后面他被卡夫莫的抽象化形态感染了 最后把他头部拼出来 如果你喜欢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哪个角色 可以告诉我 说不定我会先拼出来 后面不但更新 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了 雅加塔的头发用金木还原起来相当有难度 但是一点都难不到我 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你就看我用金木怎么还原的吧 你看这不是出来了吗 现在再给他头部拼上红色的头发 还有他头上的蝴蝶结 再贴上他扭扣眼的表情 头部完成把它安装上 雅加塔组装完成 我来了 哇 雅加塔拼好了 紫色的裙子 红色的辫子发型 漂亮的蝴蝶结 太棒了 又多了个伙伴 你好 雅加塔 是大家 是大家 好开心看到你们 凯恩 安哥 金哥 卡夫木哪去了 他们还没有拼出来 我们让可乐哥哥拼 凯恩 我想我的好姐妹了 是的 她漂亮又温柔 你们是在找她吗 对 就是她 她终于来了 可乐哥哥 人呢 让我来 哎哟 你这坏兔子 希希 帮我把它拼出来 行吧 神奇数字马戏团积木盲盒 线手 纽扣眼 我记得蓝色朋友也有纽扣眼 开枪 是大颗粒积木 还真发现一个纽扣眼 线手 纽扣眼 紫色和肉色的大颗粒积木 它是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 哪个角色啊 你知道吗 这像穿着黑色鞋子的双腿 我继续往上拼 视频开头帕姆尼说 想我好姐妹了 那一定是女性 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的女性有 主播 雅加塔 安哥好像一身失败 没有看出是男性还是女性 我觉得答案肯定是他们三个之一 哦 拼到这里怎么像个裙子 啊 我知道她是谁了 有没有小伙伴比我先猜出来她是谁的呢 嗯 如果你还没有猜出来我现在告诉你答案 它就是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的 雅加塔 紫色的裙子 扭扣眼 女性 没错了 就是雅加塔 好漂亮的裙子 快点把雅加塔拼出来 不要打扰可乐哥哥拼积木 玩小游戏去吧 不要 雅加塔的裙子拼好了现在拼她的腰 积木创意搭建 如果你喜欢我拼的雅加塔 可以给我一个免费的赞哦 等雅加塔拼完了神奇数字马戏团我就拼了 凯恩 帕姆尼 贾克斯 还没有拼的有 安哥 金哥 主播 卡夫莫 你还想看哪一个呢 可以告诉我 把雅加塔的两边手臂拼出来 雅加塔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小姐姐 帕姆尼刚来到神奇数字马戏团 他就给她介绍周围的环境和规矩 可是后面她被卡夫莫的抽象化形态感染了 最后把她头部拼出来 如果你喜欢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哪个角色 可以告诉我 说不定我会先拼出来 后面不断更新 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了 雅加塔的头发用金木还原起来相当有难度 但是一点都难不到我 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你就看我用金木怎么还原的吧 你看这不是出来了吗 现在再给她头部拼上红色的头发 还有她头上的蝴蝶结 再贴上她扭扣眼的表情 头部完成把它安装上 雅加塔组装完成 我来了 哇 雅加塔拼好了 紫色的裙子 红色的辫子发型 漂亮的蝴蝶结 太棒了 又多了个伙伴 你好 雅加塔 是大家 好开心看到你们 凯恩 暗哥 金哥 卡夫木哪去了 他们还没有拼出来 我们让可乐哥哥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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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